大家晚安 中央降局持续针对西北太平洋第五号台风杜苏瑞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根据今天晚上11点的位置 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东南方大概75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台风的强度在过去有略为增强 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 台风的暴风半径广达280公里 我们预计这个台风未来将会以西北转向西北系的方向 逐渐往台湾南方的海面接近 那预计在明天的这个时候 它就会涵盖到我们巴士海峡的警戒区 因此气象局持续提醒在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 应该要严加戒备 而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在台湾沿海的浪也有增强的现象 我们在台东的浮标在过去已经侦测到3米左右的浪高 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明天在台湾的东海岸 恒春半岛甚或会有6米以上的浪高出现 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而在接下来台风未来的移动 会在26号、27号逐渐的靠近我们 从未来的潜视预报路径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有提到台风会先以西北转西北系的方向 在明天涵盖到我们的巴士海峡 而到了26号开始会转上以西北的方向 26、27逐渐通过台湾西南方的近海 到28号逐渐的登陆中国大陆 在26、27号渗透到28号清晨这段时间 将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预计台风会对于东半部、南部、澎湖跟金门 带来比较大的风、强风跟豪雨的现象 尤其是在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的山区 在27号甚至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海准备 并且要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 而至于明天的天气部分 我们先从雷达回坡图上来看到 目前云气发展的状况 可以看到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在东部的外海已经开始有一些台风外围环流的水气 被台风外围环流带进来 因此在过去这段时间 东半部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出现了 我们预计明天时间越晚 这样子的水气会越来越多 东半部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雨势 甚至到明天入夜之后 在大台北地区 西半部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雨出现 而至于西半部地区 明天由于是属于被封面 受到台风沉降气流的影响 明天反而是比较晴朗炎热的天气 我们针对西半部 以及包括金门 发布了高温资讯 有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 尤其在桃园甚至会有38度左右高温出现 因此提醒大家在西半部的朋友 明天外出还是要留意防晒 防中暑等天气现象 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我们预计在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台风会为东半部 南部跟澎湖金门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台风的消息 并做好防台的准备 而另外中部跟北部 在这段时间可能也会有间歇性的风雨 也提醒大家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